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呢,我必须要承认错误 我错了 我一直呢,都骑士一个车 其实呢,它根本就没有 唐大叔以为的那么,那么,那么那个 所以呢,今天是一个忏悔 也是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一款 到底是什么车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吧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baby 啊,在吉普里面啊 其实任何车吧 总有一款车适合 呃,一种情况 对吧 因为每个人一生里面会换很多车 可能啊,每种车有不同用途嘛 对吧,小汽车啊,SUV啊,甚至皮卡啊,什么车都有不同用途 所以呢 那在每一个情况下吧 对吧,或者人生阶段 会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车 呃,为了油耗也好,为了酷也好,为了好玩也好,为了他的车的性能也好 呃,那唐大叔之所以一开始要说很不好意思呢,是因为第一,我很少接触到这一个,这一款车 呃,所以呢,就从字面上去看,当然有其他更抓眼球的这个车型我,呃,吉普了,当然是,呃,唐大叔呢,就没有特别关注他,呃,真正拿到这个车以后仔细一看,还真是,哇,我觉得,呃,我个人观点,我还蛮喜欢这个车的,呃,因为有一些这个,这个,吉普的感觉在里面,一些简单,对吧, 木马人的简单纯粹,呃,像木马人唐大叔就肯定不会选PE,对吧,呃,这种,当然它有功能性上的PE,就是划来划去在越野时候太晃了,呃,舒适性上面,不易,反正,应该是不错的,对吧,不会划来划去嘛,这是主要一个,所以呢,说了半天废话呢,今天唐大叔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2017款的,大切,Laredo,这款一直被唐大叔遗忘, 而,呃,今天看过之后呢,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台,大切诺基,全新的Laredo,从造型上面呢,唐大叔因为已经做过两期这个,大切的介绍了,一期款的Trail Hawk,新车型,还有一个,应该是Overland,所以呢,造型上我就简单过一下,前面的Seven Slug Rail,这个吉普出名的,这个, 呃,人喜欢的七大洲的Seven Slug Rail,是比原来的大切呢,稍稍biffy一点,就是看上去比较粗犷一点点,分的距离远了一点点,这是其中一个,呃,第二个的话,最最主要吧,就是这一个Grand Cherokee大切诺基的这个字,它是用了这种,银色外面里面有黑色的insert,这样加进去的,看上去,字体也换了,这个字体也换成一种,看上去粗犷一点,呃,这个黑色的insert,这样加进去的, 黑白看上去要好看一点,还可以,其他最主要,呃,在特别核心的,说老实话也没有特别多了,好吧,但是也算是改款,啊,改款,这个,算是一个,呃,一期款的,小改款这样子,呃,核心的东西没有改变, 那之所以,雷热斗这个车呢,唐大叔一直没有去关注它,是因为,呃,唐大叔,主要关注或者比较的,都是拿木马人去,去比较,所以呢,呃,我直接无视这台车了,就直接看overlay也好啊,或者其他的chill hawk也好,越野能力更强的,唐大叔之前说过奢华的越野,或者,我想了个新词,可以说是,越野头等舱,对吧,吉普,木马人越野就像开一个小飞机去旅行, 呃,这个气流也来了,晃来晃去的,但是很刺激,好玩,那大窃的话更像是一个,这个什么空客啊,啊,383嘛,那波音747嘛,那这种头等舱的感觉,所以要很舒适的越野,能力也很好,那雷热斗的话,我觉得这台车,它本身定位呢,啊,就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喜欢大窃,呃,买了overland summit,可能有些人,呃,第一,可能不舍得去,呃, 第二,其实还是城市里开,就是因为喜欢吉普这个品牌,那所有很多能力呢,也没用到,但是大家也知道,overland summit的这个价码摆在那,啊,不差钱的,当然买就买了,对吧,那如果说,从预算上有一定考虑的情况下,而且,就是喜欢吉普的品牌,而且,呃,出去越野,只是一些轻越野,那只是需要一个能力好点,像温哥华,我们知道,这里雨季啊, 啊,然后冬天有雪啊,呃,各种各样天气都有,所以呢,最好有个好点的四驱车,SUV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呃,这样子定位的,唐大叔个人认为,那另外的话,这台车也不要搞那么花销,对吧,我们就是,大家知道,大气里面有三个,这个引擎选择, 有V6的汽油,V8的汽油,还有V6的柴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选莱尔斗这样子的车呢,又不着,搞那么花销,搞V8或者什么,V6的话,完全够用了,一个城市,多数城市开,应付各种天气的,这样一个四驱车,所以我觉得,呃,就标准一点,所以呢,唐大叔手上今天给大家看着谈了,就是一个,基本上,呃,基本上就是标配,啊,没什么特别选项的东西,那我一一跟大家来 过一下吧,好的,首先这台车呢,大家看一下,啊,是黑白颜色的,当然就不用说了,我觉得黑白还是挺简单漂亮的,对吧,啊,黑色也好,白色也好,而且白色的车就是会显着稍稍的,优雅一点也行,高大上的也行,啊,显得个头大一点也行,或者说,可能男女都适合,对吧,可能偏偏偏向一点,呃,这个家庭用吧,因为白色大家知道是,所有车里, 里面最安全的颜色,第二的话,我说标配呢,这台车,来热斗呢,这台就没有去选天窗,啊,天窗知道,这是要加不少钱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哦,另外一个呢,来热斗的话,它是只有不移选项的,甚至皮椅都没有,所以唐大叔刚刚说过皮椅还是不移,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唐大叔说过了,啊,像木马人的话,我就永远都不会选皮椅,啊, 嗯,就是自己的感觉吧,啊,如果选皮椅的话,那对不起,只能往上面limited的以上去选,另外的话呢,一些标配的东西已经有了,那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像到后影像,对吧,这个很重要,现在是,然后到后的呢,雷达滴滴滴,啊,这个有了就可以了,当然也不搞花俏的什么双排气管一大堆东西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单排气管的,3.6引擎,这都一样, 包括你选到Summit的话,有些选V6引擎的,也都是一样,所以呢,造型其实,啊,大家知道这个车都是一样的车,但是里面配置其他不一样,所以呢,呃,雷达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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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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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开和关 但是要是在身边的时候 手直接开就可以了 关的时候按这个拧 现在关起来了 闭一声 开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直接有了 门把上写的A 就是包括自由光上 也都用了这些 也是节能的一种方式 会引擎在红绿灯的时候 会有一些情况下自动关掉 大概可以省11到13的油量 还是挺多的 一打开以后 大家很熟悉的大气的颜色 这种有点古同色的 这种颜色就看到了 当然这台车标配 就所有power option 电窗电锁 这些都不用说了 全都有 另外你看这个车子 驾驶位还是有 自动调的八个方向 高低前后 椅背的斜度 这个东西也可以调 一定程度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把座位鼓起来一点点 或者凹进去一点点 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一点点 知道就行了 坐进来之后 主颜色 更多的这种银色 内饰就是黑内饰了 对吧 包括椅子 包括一些东西 包括这些dash 对吧 这种摸上去手感不错的 一种橡胶的手感 就没有那些车的stitching 也用不着 所以一切简单化 但是这台车 然后看上去 这也是用皮质的包住的 手感也很不错 就像吉普这种 粗犷的手感 然后感觉很有掌握的 开起来的时候 另外的话 标配里面已经配了蓝牙 语音识别 英文标准的话 可以多用一点 所有的这个地方都一样的 吉普的标志 然后呢 since 9041 这都一样的 巡航的东西都有了 另外这个车呢 换挡除了 对吧 这是自动挡的车了 当然换挡的话 还有这种叫pedal shifter 像赛车一样 可以降挡啊 省挡啊 这都有了 再来呢 这台车呢 配的是五寸的 相对呢 不大 但是呢 有这个倒火影像和雷达 非常实用的 对吧 然后多种停格方式 一会儿他拿出再细讲 下来以后呢 也是感觉很熟悉的 比较不一样的呢 就是这一块 对吧 这个呢 当然就是 你在停自己家车库的时候 知道距离了 就不需要它 逼逼逼 吵来吵去的 可以把它关掉 那这个就刚刚说过的 可以节能模式 另外这台车也可以 这个用节能模式 默认呢 是打开的 所以油耗比较好 大概综合油耗 应该在11左右 另外呢 如果稍稍想有点感觉 那运动模式 它会把所有车的一些东西 调整 开起来 更sporty一点 再配合这个pedal shift 对吧 也可以小玩一下 V6的眼睛已经够了 295p的马力 其实蛮够玩了 那这些呢 都是一切简单化 那这里面呢 藏了一些听歌的其他方式 可以放插线呢 USB呀 还可以这个SD卡 另外下面还有一个充电可以的东西 对吧 钥匙标志就是车子在发动的时候 这里面才会供电 这样子的话 不会把电池电用完 那有些呢 会写着电池的标志呢 就是说直接充电池取电 不管你车子起不启动 这个也不搞什么升级音响的 6个喇叭的 我刚刚听了一下 效果还不错 但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呢 唐大叔现在都不放音乐了 不然老是被YouTube上面 这个骚扰 这里打开以后呢 都是标准的 这样子放东西的地方 再来看看这一边呢 唐大叔刚刚说了 这台车是四驱的 四驱呀 加拿大版是四驱的 来而斗 但是美国版好像是有两驱的 所以呢 唐大叔一直以为 这台车两驱就不太想去介绍 因为吉普出名是四驱嘛 但是呢 这台车又 它的四驱呢 是不可选择的智能四驱 平时呢是两驱 如果需要的时候呢 就会转成四驱 所以是个 简单化的智能四驱 所以一样有大千多鸡的 这个四驱 一定的能力吧 当然比不上最厉害的那些了 但是这样就够了 因为一般家庭用的四驱 所谓的概念里面 其实就是应付这个 下雨天或者冬天的这种气候 为主 他所以才喜欢四驱 也不需要自己搞得那么复杂 所以上手开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 简单的设计 另外呢 这个有两层 除雇空间 第一层呢 可以放一些东西 同时呢 大家看到这里有个缺口 这线可以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可以放东西 如果你有个充电宝 什么可以放在这 那有一些车里面呢 会有一些连的 像摩马人也会有这个缺口 所以这是出线的地方 那打开呢 唐大叔刚刚说了 那种充电的 如果这个标志 直接从电池取电 所以后面有个这个角度关系 可能不太好给大家看了 但是呢 就在下面大概中间的地方 好吧 知道就行了 当然空间上面 不管是 overline也好 什么也好 这台蓝蓝蓝 它们空间大小都一样了 那现在唐大叔坐在主驾驶位呢 感觉还是不错 还可以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后面看一眼吧 从这个角度看呢 对吧 标准大小进来 座位后面呢 是一个储物的东西 这个小袋子 后面呢 空调 旁边也是 然后物椅 刚刚说过了 空间大小呢 唐大叔进来感觉一下 哦 感觉一下 好的 oops 现在唐大叔一米七三的个子呢 大家看上去就是这样子 头上还有非常多的空间 完全没问题 然后大家也看到这个已经折起来了 当然因为这个凳子可以放下来的嘛 有更多的储物空间 所以呢放下来非常的简单 在凳子旁边呢 有一个扳的东西 一扳呢 凳子就放倒了 之后一推 推了之后呢 就和后尾箱的平行 平行的一个高度 这样可以放东西 对吧 有些车子呢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放完之后呢 会挤到前面位置 所以这也看得出来 它后面的空间 当然了 这是一个全大小SUV嘛 肯定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知道儿童座椅可以放几个呢 要看这里 可以看到了 Anchor BBC Anchor 一个两个 所以理论上这台车最多可以放三个银耳座椅 大家可能已经有点感觉出来了 对吧 唐大叔刚刚说了 因为一个简单 一切的 这台车的主题就是这样子 小木马 其实我刚刚在想 怎么来行为这个车 真是有点像 吉普木马人的表哥的表弟啊 所以是吉普木马人的表弟嘛 像吉普木马人一样简单的大窃 就是这一台了 非常的简单 家庭用 对四驱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不一定会很夸张的越野 然后喜欢大窃 喜欢吉普 然后城市里开油耗各方面可以兼顾 当然顺便一提 这台车搭配的除了V6的Pentastar 它还是八速变速的 所以油耗上面非常好 刚才已经讲过油耗 这里面备用轮胎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旁边只是唐大叔很喜欢一个设计 可以拿起来的这么一个两个吧 这种形状有点特别 对吧 围着轮子转 但是还蛮深的 可以放不少东西这里 而且放雨伞的话 就是不怕水 因为它是塑胶的 下面这个底是那个 底是对吧 没有动的 所以这个挺实用的 两边呢 这里 还有这里 还可以放一定的东西 两个小的空间 另外这个呢 大窃嘛 取到黄山野岭 没带手电筒的话 还是有帮助的手电筒 拿下来让手电筒 这里Push呢 不是按这里开啊 这里是放回去的 就是Push关起来 是在侧面 嘻嘻 嘻嘻 咱侧面一下关掉 这样放完之后呢 Push这里放回去 OK 我刚刚说了 最多呢 可以放三个银儿座椅 三个白色的地方 下面的钩子呢 是在这里放东西的时候 固定用 可以挂在下面 当然这有另外几个地方 可以挂网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这里呢 已经流出来这个钩子了 现在在高级别一点的话 就配了这个这一层 可以可以 有些人觉得是隐私的 可以挡下面你放的东西 对吧 别人不会看到你东西藏在里面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唐达认为就是说 去购物的时候 清的东西 怕挤的可以放上面一层 下面其他的放下面 当然你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那整个放四五个箱子呢 就把那个拿掉 整个后面空间一起用起来 后面看看 Larido 那现在我们回到呢 驾驶位 这台车里面标配一些 还是挺实用的 对吧 像刚刚那个 Keylai Sentry 不用钥匙进来 另外的话呢 钥匙放在身边就可以了 这个车已经 有了这个Touch Start 或者叫 不知道什么 按一下就开了 开了以后呢 应用连连的大气 一些电子的信息 从中间这个速度表就出来了 对吧 左边转速 中间的速度 右边的水温 然后油量 一目了然 真的完全是简单简单 这种很有些木马人的感觉啊 当然性能不 性能角度不算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0的 U Connect 这个系统 Radio呢 这个已经有卫星的电台了 AMF卫星的电台 另外呢 听歌方式 刚刚唐大叔看过了 给大家示范过 好几种听歌方式 当然配了蓝牙 非常实用 出去玩的时候呢 这个指南针也有了 这个还是触屏的 对吧 空气的 这些调控调的东西 另外这里面有一些设定的东西 这个呢 大家看看 如果用到后影像的时候 这样子 非常的够用 什么都有了 对吧 简单的东西就有了就可以了 那这种感觉呢 唐大叔说 真的很像吉普木马人 木马人我就喜欢他的简单纯粹 因为你只要专心在享受驾驶乐趣上就行了 不像现在很多车搞得非常多的电子化 恨不得把家里的这个客厅都搬过来 对吧 所以呢 不是说这些完全没用 或者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我只是说从唐大叔自己的喜好里面 我更喜欢简单纯粹一点东西 那也就回到这个了 搭切呢 你配到顶是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豪华SUV 像Summit 能想到的东西冷热衣啊 这个啊 那个最新的科技智能都有了 但是如果喜欢简单纯粹 喜欢木马人 或者说因为这个太太或者先生不同意 不能买木马人 因为木马人有一定的局限 当然我说这个话是保守的啊 像我唐大叔自己亲身经历 就是买的时候呢 就快签字前跟太太说了一下 买了啊 太太呢也很这个善解人意 也没多说就让我买了 买了之后呢 女儿和太太坐过一段时间 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个木马人 所以呢 刚刚说那个是有保留的 不是说只是一般人 用一般车的概念去看木马人 他会这个是问题 那个是问题 其实都不是 那些都是浮云和一些烟雾 当然这个车远了 那这台车就是这样子 很像木马人简单纯粹 我觉得有两个买这台车的原因 第一 这个在预算会有很多考虑的情况下 对吧 必定买一个好的SUV 我就说性能好的 那又要好性能 又要好配置 那一下子肯定钱就多了 预算角度呢 有一定考虑的 那不管是一个人 小两口 三口之家 这个四五口的家庭 那这样最多对吧 三个baby seat 所以理论上一家人五个人都可以 空间各方面都不用说了 没问题的 那这是第一个 预算肯定有考虑 第二的话呢 也准备拿大切出去玩一玩 对吧 真买一台这个 Summit或者Overland 真的去那么玩的很凶的话 其实也有时候挺心疼的 那这个已经有四驱了 你也自己不能控制 但它够智能了 应付一般的天气 或者去一点野外的地方 因为木马人的这个SUV高度 还有木马人 怎么老喜欢说木马人 SUV的高度 大切的呢 毕竟它的造型 对吧 它设计出来的这个 这个通过率一些东西的高度 都没问题 比一般SUV远远要好 那这样子呢 我觉得可以通过这台车呢 好好体验一下大切的魅力 回头以后 哪天中了彩票啊 捡到钱包啊 或者是还怎么捡钱包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钱多了 那就再升级上去 总结一下吧 刚刚说的 洛里巴缩 因为今天视频相对短一点 对吧 因为这台车配置东西相对少一点 但是呢 正好是一个接近标配的 我就告诉大家 就算是这样子 你有了四驱 到后雷达也有了 卫星电台也有了 然后呢 到后的BBB 这个也有了 影像嘛 对吧 这几条都有 咱不要天窗 咱不要皮椅那些东西 一切简单化 这样的话 预算要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 也可以享受到大切 所以这台车是这样子 一台车 原来这个一直 好像有点歧视它在吉普里面 所以今天跟了 蓝尔斗说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还是喜欢你的 不要生气 好吧 好 今天呢 这个短视频跟大家介绍一下 2017的这个吉普 Grand Cherokee大切诺基 这台蓝尔斗 当然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欢迎 这个跟我留言 叫微信问也可以 在这个视频下面也可以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也好 对吧 进温哥华也好 这个广告词一定要说的 如果要买这个大切 这一台也可以 木马人也可以 都可以联络 联络唐大叔 跟大家聊聊 一定帮大家选到合适的车 广告的东西 就不多说了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堂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